這也是一個非常知名的故事 我以前就看過紀錄片 那我看到這個小小端端的文章 還是覺得值得介紹給大家一下下 因為說不定你就是不知道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是一個 右邊就是一個這個奇形怪狀打扮的人 那左邊就是一個看起來很普通的黑人 可是這重點不是這樣 重點是右邊這個人穿著呢 他是美國的3K檔的成員 那3K檔就是白色的袍子 然後還戴上這一個很有趣的這個 他們叫他Hood 一個斗篷的概念 這個Hood OK啦 像我們知道我們穿的那種帽T 就叫做Hoodie OK H-O-O-D-I-E 那你就知道Hood這個字 就是我們說的這一種面 不是面具喔 我們還是叫它帽子 OK Hood 像我們說小紅帽也是這個字 因為他穿的是一個那種騎馬 騎馬的時候 穿的那種斗篷帽這樣子 所以他叫做Red Riding Hood 所以這個Riding Hood 事實上就是騎馬用的一個帽 一個斗篷帽 我説不出其他的字來了 然後紅色的 Red The Red Riding Hood 翻譯成小紅帽 但總之Hood OK 所以他有帶一個Hood 然後眼睛打開兩個洞 所以這3K檔員一個固定的穿著 你可以看到下一張照片 在他們的儀式中會 會燒十字架 然後總之他們的概念就是仇視 非白人的人 他們的重點就在於 他們是白人至上主義 So White Supremacy White Supremacist 這樣子 好那3K檔 難道英文就叫做3K什麼嗎 不是 它的K各有一個字 所以這裡我們就有看到 它是K-U-K-L-U-X 再加K-L-A-N 那它的發音呢 這個K-U你唸成Q 就是英文字母的Q 或者Ku都可以 所以你唸成Q Klux Klan 或者Ku Klux Klan 都OK這樣子 好 而且不是很好唸 Q Klux Klan OK 我自己都覺得要唸慢一點 唸快的話大概就screw up掉了 那裡面一個重點 K-L-A-N這個字其實不是字 是拼錯的 因為它本來這個字是C-L-A-N 那Klan 發音當然一樣 那C-L-A-N就是像幫派啊 或者是組織啊 或之類的 好 我們就叫做Klan OK Klan 所以它本來正確的字是這樣 只是它為了三個字都要K開頭 所以它才把它C換成K 這大概不是重點了 好那這個 那這個故事到底在說什麼 這故事在說的就是 這麼一個黑人 那它呢 是一個樂手 那 它談的又很棒 結果呢 就引起了這個 這個Q Klux Klan裡面 這個老大的注意 然後 欸 它就有興趣 然後開始跟他聊天什麼幹嘛 結果 結果 一認識之下才發現 欸奇怪 他們以前這些 就是白人至上的信仰 好像事實上就被動搖了 到最後他就變成朋友了 然後他就 退會了 OK 所以這是一個很厲害的 這個 很有誠意的一個黑人 把這個白人呢 說服到他放棄掉白人至上主義 然後成為一個願意接受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 這個喔 就是很多元化的社會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概念 然後這個傢伙呢 他在他的一生中 他成功的說服了200個 的這個3K黨的成員呢 來去退黨 然後變成一個擁抱多元文化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很了不起 所以才說這事實上已經有人拍成了紀錄片 有興趣的自己也可以去找 但我們讀一下這邊的文字 In the 1980s 所以這已經蠻久了 但我相信現在他應該還活著 Musician Daryl Davis 他的名字你看到就覺得是黑人 你別問我為什麼 Daryl這個名字就是黑人的名字 真的 OK So this is as black as you can be As far as the name goes OK So Daryl Davis set out to understand the Q-Klux clan 所以他就是 他很刻意的要去了解3K黨 So he started befriending members at clan rallies and joined an all-white country band 所以他就開始去試著跟他們當朋友 Befriend 所以friend這個字 你能理解是朋友 前面加一個BE動詞 合在一起變一個字的時候 他的意思就是你試著去跟誰當朋友 OK So I befriend you 就是我跟你當朋友 所以他就befriend members at clan rallies Rallys就是聚會之類的 OK 然後參加一個全都是白人的鄉村樂團 你知道鄉村樂嗎 你知道鄉村樂嗎 鄉村樂基本上都是白人在唱 鄉村樂沒問題 Country music Then he met Imperial Wizard Roger Kelly 所以在那個Q-Klux Klan裡面的那個老大階級的呢 都叫做巫師 所以他們很有趣的頭顯 Wizard 那加一個imperial imperial就是 帝國之類的 像我們說那時候日本的皇軍就叫做 Imperial Army of Japan OK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所以imperial就是 就empire這個字的形容詞就是簡單來說 好 所以imperial wizard 他叫做Roger Kelly Davis spent years building a relationship with Kelly 所以他花了好幾年 跟他建立起關係來 establishing trust and eventually a friendship 所以他跟他建議了信任 慢慢建議了友誼 然後就在彼此家裡吃飯 so they ate meals at each other's homes while Davis listened to Kelly seeking to see how he could hate a person like Davis without even knowing him 所以 Davis就是聽 聽他去解釋 為什麼一個白人可以在不認識我的狀態下 就討厭我 ok so seeking to see how he could hate a person like Davis without even knowing him 那結果最後 Kelly就開始轉過來換成是 Kelly來聽Davis so eventually Kelly started listening to Davis and left the clan altogether 所以他就聽他的話就離開了 given Davis his robes and hood 就把他的這個袍子跟他的這個帽子就給了他 and over the past decades 所以在過去好幾十年 Davis has now convinced over 200 former clan members to walk away 說服了超過200個前的黨員 就離開了這樣子 退黨了 所以這個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 雖然說這黑人看起來似乎沒有多麼了不起 但他所做的事情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這簡直是 你想像一下就是 我就知道程度上來說能不能做一個比較 就是你說服一個國民黨的人去變成民進黨 或者說明進黨的人變國民黨 或者更誇張的是你說服民進黨的人變成中國共產黨 好但總是這個人辦到了 或許這個比喻不是很巧 不是很正確 因為一個是純正值上的 另外一個則是種族上的 我覺得他的難度應該還是更高 但but anyway 我們大概不用比這個東西 好啦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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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